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祈求你 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的 阿们 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2章38到42节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老师我们想请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 耶稣回答他们 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 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赌腹中 同样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面 在审判的时候 尼尼为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为人听了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 看比悦拿更大的在这里 在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际而来 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 看啊 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 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一段 就记载到耶稣行这个的神迹 使到一个又盲又哑的人能够看见 能够说话 那文士和法利塞人其实都看见耶稣行这个神迹 可是呢 他们认为这个不是神迹 这个还不够大 所以他们在这里呢 就要求耶稣你再行更大的神迹给我们看 其实他们是在要耶稣用神迹来证明他所传讲的是真理 然后呢 要耶稣用神迹来证明自己是从神来的 自己就是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 那耶稣呢 就回答他们说 他说 你们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 那耶稣为什么会称他们为这个的淫乱的世代 那邪恶我们知道 犹太人宗教领袖是邪恶的 可是呢 为什么会称他们为淫乱的世代呢 旧约先知呢 常常比喻以色列明和上帝的关系 就好像婚姻的关系 那上帝是以色列明的丈夫 以色列明是上帝的信妇 那当以色列明去拜偶像的时候呢 就好像一个妻子呢 对丈夫不忠他去找另外一个男人一样 耶稣在这里称这些犹太人为淫乱的世代 因为当时候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呢 他们是远离神的 虽然外表上面他们非常的敬虔 可是呢 实际上背地里呢 他们是很败坏的 然后呢 是背弃神的 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 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然后只有一个神迹 那就是越纳的神迹 耶稣是用越纳在鱼肚子的里面 三天三夜都不死 来去预表自己会死 然后呢 三天过后复活的神迹 耶稣是在告诉他们说 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就只有一个我会复活的神迹会给你们看 那耶稣说 将来尼尼为人要来定你们的罪 那因为呢 越纳对尼尼为人传讲神要降下审判 然后尼尼为人听了 就立刻全国上下呢就悔改 然后神没有降下审判 然后耶稣就说 南方的女王呢 要起来定你们的罪 南方的女王呢 其实是指四八女王 因为呢 四八女王呢 从所罗门王的智慧呢 就认得出 所罗门王的智慧是出于上帝的智慧 那尼尼为人透过越纳就认出上帝的审判 四八女王呢 透过所罗门就认出上帝的作为 那现在犹太人看见耶稣 那耶稣是神 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一并赶鬼 那耶稣比越纳更大 耶稣比所罗门王更大 更有智慧 有更大的能力 可是呢 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犹太人却认不出 耶稣是从上帝来的 犹太人认不出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问你 你曾经有怀疑过神吗 你有怀疑过你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神吗 你有没有想要求过神行大神迹 或者是显一个神迹来证明他自己给你看 然后你才说 我就相信你 那我们今天可以从哪里看见神的神迹呢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 看见神的神迹 那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生命的改变 别人的见证可以看到神的神迹 我们也可以从世界各地 神曾经行过超自然的神迹 在别人的身上 甚至一些的超自然的经历 或者是一些超自然病的医治的这样一个神迹 我们可以从这些的神迹看见神的神迹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心呢 我们的信仰是要凭信心的 那我们是凭信心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虽然我们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 那我们是凭信心得永生的 我们没有去过天堂 没有死过 然后我们是凭信心得永生 然后我们凭信心得平安 然后我们凭信心得神很多的应许 那如果你要看见才相信 那就不用信心了 当时候耶稣信了很多的神迹 给犹太人看 然后法利撒人都看了耶稣的很多的神迹 他都不信 其实关键不是在神迹 关键是在我们的信心 那耶稣对多玛这个怀疑耶稣复活的门徒说 他说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 就是复活的我 就相信这个人是有福的 那弟兄姐妹 今天你可能没有看见 那一个的神迹 你也没有看过复活的耶稣 那可是你今天凭信心相信 你是有福的 那弟兄姐妹 不要怀疑神 那如果你怀疑的话 你要向神承认你有怀疑祂 求祂帮助你给你信心 可是我们也要小心 因为魔鬼也会把怀疑的这个思想 放在我们的意念的里面 祂要送我们去怀疑神 那我们就不能够去信靠神 那魔鬼会工作 那我们自己也要警醒 那我们要奉取耶稣基督的名 要命令这个怀疑的思想 要离开我们 并且我们要宣告说 我们选择相信耶稣 纵然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的神迹 发生在我们的旁边 可是呢世界各地有一大堆的神迹 那纵然现在我们的情况 可能没有转好 可能你现在的情况 仍然是在低谷的当中 所以你开始去怀疑神 那弟兄姐妹 你要选择去再次的相信神 当你的怀疑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接下去再读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 乌林离了人生 走遍无水之地寻找安邪之处 却找不到 于是他说 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屋里去 他到了 看见里面空着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就去另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林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后来的情况 比先前更坏了 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而主耶稣在这里 他说 乌林离了人生 乌林就是魔鬼的林 就是邪林 那乌林呢 他离开了人的身体过后 他会到处去寻找安邪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 邪林 他会一直不断地寻找机会 附在人的身上 把人作为他的居所 那邪林呢 可以附在人的思想意念上面 可以附在人的情感情绪上面 可以附在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上面 那耶稣当他赶走这个的又忙又哑的人的鬼的时候呢 这个的又忙又哑的人呢 眼睛就能够看见 就能够说话 这也让我们看见呢 邪林是可以附在人的身体的不同的部位 那可是我们也要记得 不是每一个盲牙的人呢 都是因着邪林的工作 然后也并不是每一个有病的人都是因着邪林的工作 这只是让我们看见 邪林是可以附在人的身体上面造成人有疾病的 那我们有一些的疾病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邪林的工作的 可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因着邪林的工作 我们要记得 那邪林如果被赶走离开一个人的身上的话 他会到处找机会再附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他也会找机会回到原本他附的人身上 所以当我们赶鬼的时候呢 那个鬼走了 虽然走了 可是我们要准备 那个鬼有可能再次的想要找机会 回到那个原本他附在那个人的身上的 那如果他看见原本附身的人 他里面是空的 意思就是说他里面没有耶稣 他里面没有耶稣的掌权 然后呢 没有耶稣的掌权 邪林看见邪林再回来的时候 他可以再带其他的邪林跟他一起的回来 又再次的住回去那个原本附身的人身上 那耶稣说 他说这个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耶稣是在指当时候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他们里面是充满着邪恶的 这些的邪恶是有魔鬼的工作的 那现在耶稣是要来赶鬼 耶稣的那个权柄是胜过魔鬼的 神的国的能力是大过魔鬼的 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拒绝耶稣 当你拒绝耶稣不接受耶稣 不尊主为大的话 那你里面是空的 你里头是空的 那将来呢就会有更多的鬼 要回来居住在这些犹太人的心里面了 那也就是说他们将来的邪恶的情况 会比现在更加的严重了 弟兄姐妹 我们有身心灵 那邪灵是不能够负在你的灵的部分的 因为呢 圣灵是居住在我们的灵的部分 那可是呢 邪灵今天还是能够负在我们的身体的部位 或者是思想意念情绪上面 那每次我们常常说 哎 要注意你的思想 因为呢 邪灵有可能会把一些的 骗话呢 欺骗你的谎言呢 放在你的思想的里面 那你看邪灵会在基督徒的当中去工作的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被鬼附呢 那我们基督徒呢 也是有可能被鬼附 可是你被附的程度呢 可能就不像一些的人是完全的被掌控 那你被附的程度呢 是很浅的 就是没有迹象 你自己也发觉不到 其实有魔鬼在你的身上在做工 那有的时候基督徒是发觉不到的 所以我们是要警醒的 那我们如何避免邪灵呢 附在我们的身上 不影响我们呢 那首先就是要接受耶稣 要让耶稣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那让耶稣掌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里所想的 我们的情绪所感受的 还有我们所做所行的 都要合神的心意 那都要顺从神 所以我们需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常常把圣经的话栽种进入我们的里面 装满圣经的话 因为圣经的话就是合神心意的话语 它会帮助我们顺从神 而且它会帮助我们的思想 装满属于神的东西 邪灵就不能够进来 再加上我们要求圣灵充满 我们的里面被神充满 邪灵回来看见耶稣掌权了 耶稣都装满了那个地方的话 他就不能够回来 他也没有机会 没有空间给他再回来 附在我们的身上了 弟兄姐妹 我们要被神充满 被圣灵充满 被神的话语充满 被神掌权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留地步给魔鬼 魔鬼也就没有机会来攻击我们 没有机会来影响我们 也没有机会来附在我们的身上 弟兄姐妹 我要你现在反思一下 你最近有没有留地步给魔鬼 那有没有做一些的东西呢 其实你的里面是空的 就是你虽然是基督徒 可是你里头没有神的话语 没有圣灵的掌权 没有神的掌权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有的话 其实呢 有可能魔鬼前一幕话的 已经在影响了你 你可能留地步给魔鬼啦 如果你留地步给魔鬼的话呢 那要怎么办呢 你向神求赦免 求主赦免你的罪 赦免你的不警醒 也向主求洁净 当主耶稣的宝血 洁净我们的时候呢 魔鬼就不能够留在我们的里面 并且要学习来去顺服主耶稣基督 你也可以拿起权柄 要封耶稣基督的名 我要命令 魔鬼你在我的身上做工 现在你要离开 如果魔鬼一直在你的里面 一直告诉你说 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你是一个无用的人 这个是谎言 你要封耶稣基督的名 赶他走 如果魔鬼呢 在你的里面 一直让你 你的生气变本加厉 你可能 发现你自己 不能够控制你自己了 你可能是 真的是被魔鬼影响的 那你可以做什么呢 除了认你自己 随意发脾气的罪之外呢 那你要拿起权柄 我要封耶稣基督的名 要命令使我这个 色控脾气色控的 这个邪灵 现在要离开我 这个怒气的灵 要离开我 弟兄姐妹 要懂得为自己来争战 那我们再来读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四十六到五十节 耶稣还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 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 站在外边 想要跟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 看啊 你母亲和你兄弟 站在外边 想要跟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对他说话的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于是他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 姐妹和母亲 当主耶稣 他和众人说话的时候 那他的家人 他的母亲和兄弟 就来找耶稣了 那为什么他们会来找耶稣呢 那耶稣非常的忙碌 他忙碌着传道 教导 一并赶鬼 然后还有跟这些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辩论 他有的时候忙到呢 连饭都没有时间吃 然后他的家人呢 就认为耶稣他癫狂了 耶稣他疯了 所以很可能呢 这个时候呢 他的家人来找他呢 是因着呢 要来谴告耶稣的 那耶稣呢 就趁着这个机会呢 就告诉大家说 他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 那耶稣并不是不认他这个肉身的家人 那耶稣是借着这个的机会 来去教导群众说 遵行神旨意的人 在神国里面和耶稣是有家人的关系的 那意思是当你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 你就是耶稣的家人啦 那你跟上帝有儿女的这个属灵的关系 还有你跟神国的人也有属灵的关系 那耶稣是在说 人要遵行神的旨意才算是神家里的人 没有从心里去悔改 没有真正的去遵行神的旨意 那就是只是靠着这个外在的宗教的 礼仪像法利沙人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就不是神家里的人 要成为神家里的人 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 不只是在人前要遵行 就算不是在人前也要遵行神的旨意 那弟兄姐妹 你是神的儿女 那请问你有口目 想从心里头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吗 那如果你有的话呢 那你是神家里的人 你就是耶稣的家人啦 那如果你没有想要去遵行神的旨意 你就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你没有 神的儿女都会想要遵行神的旨意的 那为什么你却是没有这样子的意愿呢 那你可以反思一下 想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如果是说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那好不好 这个时候呢 你也向主来祈求 求神赐给你 一个可目遵行神旨意的心 求神帮助你去遵行他的旨意 求神改变你 也赐给你力量来去遵行神的旨意 你也向主求赦免 悔改 你一直以来 没有想要把这个事情看重 那弟兄姐妹 那现在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看重 因为神看重这个部分 神看重你遵行他的旨意 遵行神旨意的 就是他的家人 那弟兄姐妹 你想要神在哪一个方面 帮助你去遵行神的旨意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具体的向神祷告 求神来帮助你去遵行他的旨意 弟兄姐妹 遵行神的旨意 是有福的 遵行神的旨意 你就会经历上帝给你的应许 你要学去去遵行 不只是从心里面想要去遵行 在行为上面 我们渴望 我们的行为逐渐的不断的 越来越多遵行神的旨意 Amen 祝福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到 我们要有信心 主啊 我们要祈求你赦免我们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在怀疑你的话 我们要祈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 主啊 我们要祈求你给我们信心 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 主 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怀疑的心 是从魔鬼来的话 我们要封耶稣基督的名要命令 这个怀疑的灵要离开我们 亲爱的主 我们要祈求你坚固我们的心 也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固 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主啊 我们也向你祈求 主啊 帮助我们不留地步给魔鬼撒旦 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影响我们 主啊 是的 主 如果我们已经留地步了给魔鬼撒旦的话 我们也向你祈求赦免 主啊 求你原谅我们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得罪你 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的 这些的行为 我们会有一些的不好的话语 我们会有一些不好的思想 引进了这个魔鬼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 主我们要求你赦免我们 主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命令 所有撒到魔鬼的灵也要离开我们 主啊 舍得说 我们要求你来掌权作王在我们的里面 主也帮助我们渴慕你的话 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 你的圣灵也要充满我们 主啊 好叫我们被你掌权 亲爱的主 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 渴望遵行你的话语 渴慕遵行你的话语 也渴慕从心里头去遵行 在行为上面行出来 神啊 我们要祈求你赦免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心 要遵行你的话 主啊 舍得说 我们今天要求你更新我们的心 主啊 舍得说 让我们的心 主啊 舍得说 有那个意愿 就是想要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要成为你的家人 主啊 舍得说 我们是你的家人 而且我们是你的儿女 主啊 你的儿女就是想要遵行你的话 主啊 我们向你祈求 主啊 帮助我们 主啊 现在主 在我们的生活的哪个部分 不能够遵行你的话 主啊 你就帮助我们加添力量 加添智慧 给我们能力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奉着耶稣基督的名 所祈求祷告的 Amen 请你继续思考 这经文如何应用在你生命里 然后求圣灵对你说话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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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